買進股票之後 股價卻頻頻破底 該怎麼辦 每股達人 施亞棠不償師 貢獻他的親身經驗 每次投資失敗 都是拿鈔票換來的學類教訓 跌倒了 別忘了先抓把殺 再站起來 所以你其實幾歲就開始做投資了 我差不多從大學畢業開始 差不多22歲 就開始去做投資這件事情了 也因為你的這個收入算是比較固定 而且比一般人稍微高一點 所以有比較多的 累積本金的這個本錢 是不是這樣 對我覺得其實公務員 雖然說他的薪水就是 不太會有大幅度挑釁的可能性 但是他的好處就是 真的非常非常的穩定 我覺得如果你本身是有一份穩定的薪水 然後你可以固定去計算出 你每個月可以存下多少錢 然後持續有機率的去累積 投入到一些你認為 長期是穩健上漲的標的 對於你整個累積 未來財富都是很有幫助 這看起來就是一個 能夠長期持續投資的一個關鍵 就像富人公司 收入減掉 除蓄等於支出 所以儲蓄這件事情就是 你先把你要的儲蓄的錢儲蓄下來之後 然後去做投資 所以才能夠持續性的累積上你的資產 是這樣的模式 對其實我剛畢業的時候 我就是有強迫自己儲蓄 因為那時候我們那裡的新轉戶是台灣銀行 然後我就強迫自己就是又開另外一個銀行的戶頭 然後每一個月就是把差不多四萬塊就直接先轉到另外一個戶頭 然後那個戶頭是沒有開提款卡的 變成說領錢會比較不方便 等於有一種強迫自己儲蓄的感覺 這個方法滿不錯的 就是創造一個自己不太容易領錢的機會 對對對對對 反正你每個月就至少會存價十萬塊 那一年期也可以存將近五十萬 好 那我們來回到一下你的投資的方法 然後我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 因為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是完完全全主動選股的話 多多少少都會面臨說 有時候你可能會有落後大盤的風險 特別是如果你是過去一年多以來 在投資美股 像是以美股市場來講的話 去年的話幾乎漲了都是一些全值股 主要零漲都是一些科技巨頭 但是一些中小型的股票呢 其實跌幅都非常非常的深 假設你是在做主動選股的時候 你這樣贏大盤的難度就會提升 我覺得你本身去持有一些大盤ETF的話 我覺得對於你整個投資組合 都可以達到更加穩健成長的作用 而且也有安撫你心裡面的作用 你比較不會擔心說 為什麼這一陣子資金好像都是落後大盤的這樣子 然後剩下八成主要是擺在股票上面 這個主要就是我自己會去研究一些 我認為未來長期就是有成長潛力的公司 然後我就會去配置資金在上面 那我們也看到你在你的心數裡面有提到是說 你在股票的投資這個部分 你是有四成是放在固定配息的股票 四成是放在成長股 那你這樣的分配法是 基於一個什麼樣的考量 其實這個是基於我自己個人的風險承受度去調配的 但是成長股其實波動來講話都會非常的大 特別是你看因為去年 就是美國那個四年級公安殖利率 開始往上傳了 所以在債券殖利率提高的情況下 造成一些高估值的股票 一些科技股成長股 都有一個很深的回檔 然後有些甚至可能他只是營收成長非常的快 但是他都還並沒有穩定的賺錢 然後造成說他股指都很大的回檔 就是腰斬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對於多數人來講 應該是不太能夠接受說 他今天買進股票 然後一直投一直投 然後竟然就腰斬了 所以我還是有一半的股票呢 是擺在一些就是配息股 可能是美國他有很多像是特別股 然後或者說是股息增長股 他可以每一年去持續調整股息 這種股票呢通常波動呢就會比較低一點 回檔頂多可能就是拉回個兩層到三層 這對於多數人來講呢 會是一個比較可以接受的程度 搭配下來息之後 你會有立即的處理嗎 還是你會累積到一個階段之後 才會去做下一步的資金配 像我自己的話我收到那些鼓勵的話 我大部分就是會繼續放在賬戶的戶頭裡 等到一個我覺得更合適的時機 然後再持續的投入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今天可能上班你很忙 然後或者說沒有空 我覺得每股他也有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叫做股息再投入 各個券商他都有這樣的功能 而且ETF也可以使用這樣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ETF跟那個股票的配息 領到之後呢 券商就會自動再替你買進一些稅股 例如說現在可能買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他在這一季呢 他可能例如配發兩元鼓勵給你 他會自動幫你這兩元的鼓勵呢 又繼續買進換算成同等金額的可口可樂股票 那你長期而言一直這樣做的話 自然就會有複利的效果 你領到股你也不擔心說隨便亂滑 這種計畫的前提是適合使用在 你確定說他未來是會長期上漲的標準上 回到這個成長股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成長股你剛才講到 就是說在市場的比較波動的情況下 譬如說 成年期貢債子率率在飆的那間之間 科技股就有一個很大的回盪 或是其他的成長股 你這個成長股的設定的投資方法跟目標是什麼 先講一下我成長股的篩選的考試 但我成長股我自己的定義是說 我認為說他未來幾年的營收成長率 每一年可以成長超過15% 然後但是有些可能未必說是 還是忙著賺錢的 只是我很可能很看好他未來的商業模式 像是美國有一個電商的開店平台 叫做Shotify 他跟亞馬遜的區別就是說 他是可以替店家呢 直接幫他開立一個電商的平台 變成說店家不是直接在亞馬遜上面做生意 他可以幫助店家成立自己的電商網站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商業模式出現的 是因為其實現在越來越多店家都擔心說 亞馬遜跟他競爭嘛 亞馬遜常常都發現說 你這個品牌的東西賣得不錯 他就跳下來說 那我也做一個跟你很像的東西 然後來一起賣 久而久之店家當然就不太願意在亞馬遜上面做生意 他很怕說就這樣做著做著就被亞馬遜超早 Shotify就出現了 來幫助大家成立這些電商網站 所以他的營收其實在疫情期間成長的 差不多超過100% 同時之間呢 就是他的獲利呢 其實是還沒有說非常的穩定 因為他還是在一個快速成長的階段 所以像是Shotify他其實最近股價 應該也是回漲三成以上 在挑選這種股票是成長股的時候 我會搭配那個技術分析去做進出商 譬如說股價可能他已經跌破有限轉落 可能就會解碼一點 然後他又重新轉強 然後我再去買回來 這個是我成長股 就是給他設定的一個風險控制的方法 比較可以避免剛剛談到就是 動輒就是出現腰斬的情況 那有沒有所謂你一開始選擇的成長股 但後來的成長不如預期 也就是說你買進之後 就是處於套牢的階段 後來就決定停損掉了 然後或是說你有沒有什麼停損的標準 其實像我自己在新書裡面其實也都有提到 像我自己的話 我在買進的當下 我就會設定好說 我打算在什麼位置停損 我覺得停損可以分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 你在買進的時候 你就已經依據技術面 你決定說跌破哪裡的支撐 你就決定要停損 這是一個方式 第二個方式是條件時的停損 可能當未來出現什麼情況的時候 你決定要停損 例如說可能是這家公司它的營收成長 確實不如你原本的預期 那你這樣的話 你可以決定要去停損 那我自己比較常使用的方式 是技術面的是稱參考去停損 因為我通常就是在股價突破月線 或者說是一些關鍵的壓力轉槍 所以我決定進場 進場之後我發現說 它怎麼往下 然後又跌破原本預設那個支撐 那我就會考慮停損出場 像是前陣子 我買一家叫做 UPSTA 代曜是UPST 它是一家專門做AI貸款 差不多單季 成長率是百分之兩三百 非常的快 然後後來呢我發現說 它在去年差不多從一百美元 漲到最高差不多三百美元 漲了三倍 然後後來 因為不是公共財值率一直升嗎 然後回檔到 又快要接近一百美元 所以我決定在那裡的時候去進場 因為呢 它已經快要回到它 原本去年七張點了 我覺得有機會在這裡止跌 不過沒多久它就跌破了 因為現在市場 對於利率上升這件事情 還是非常的擔心 所以我就趕快出場了 它現在又繼續去往下跌 如果你現在做成長股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說 不要去隨意的猜測 股價最低點在哪裡 因為 如果你今天在抄底那種成長股 然後動著 波動都是五成 然後甚至更多的話 那真的很容易抄到手受盡 像是 蝦皮 蝦皮也是很多人在講成長股 它也是從三百美元跌到 現在應該也是 一百二還一百三 也是跌個非常的多 那你在投資這些股票 各股過程中 你自己所碰過的 最大的失敗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可以分享 因為我自己投資過程當中 最大的失敗 反而並不是在股票身上 而是在債券身上 我在2019年的時候 然後買過一檔 這期佩妮的公司債 它是美國一家 已經快要倒掉百貨公司 然後現在已經真的倒掉了 2019年 之所以我去買 這家百貨公司的公司債 其實我發現說 它手上的現金 遠遠大於說 它應該 未來一年要還的債務 所以我覺得 買這家公司債應該是 很安全 應該很安全沒有什麼問題 對 而且當時經營撐 還一直在買 自己家公司的股票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它連股票都敢買 那就代表說 它對於自家公司經營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更何況我買的是 在它上位的債券 所以應該還錢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時候換算成年利率的話 應該差不多有 快到20% 所以我就買進了這家公司債 結果想不到 2020年的時候 疫情就爆發了 所以美國它 剛開始 大家對於這個病毒 是一無所知 所以那時候 就是強制的封城 造成說 這個百貨公司 它也是不能開業 那一個月以來的話 它營收是 歸零 公司它就剛好趁那個時候 它就直接宣布說 它要破產 所以也讓我那個 公司債價格 就一個晚上 應該印象中 就跌了至少三成 然後我也就決定那時候停損 因為等於我買進的理由 已經消失了 我當初原本預期的情境是說 它未來是可以如期還錢的 但是結果 因為這件事情發生了 沒有成立 所以就只好去停損 很慶幸自己就是 停損得早 因為後來的話 那公司在 它幾乎是跌到一文不值 直接又再往下跌個好幾升 那一次也差不多 讓我賠了快要上百萬 那是一個印象蠻深刻的教訓 之後其實在投資的時候 我都會更加重視 風險礦管這一塊 對 我覺得就是你投資犯錯可以 但是不要讓小錯變成大錯 這樣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 也很值得提醒給所有投資人 因為其實有時候 也可能是運氣不好 就是說基本風險 其實你有考量過 但是 總是會有你預期之外的事情發生 對我覺得就是 風險 其實你如果知道的事情 其實嚴格上來講 就不叫風險了 一定都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才真的叫風險 而且又突然來 對 然後在這個時候呢 你的應變措施就要有 不能cover不到 我覺得很多人他如果看錯 但是他又不願意去 承認損失這件事情 可能就是比較危險的事情 因為所有的大賠 其實都是從小賠開始 你之所以會大賠 一定就是 已經有小賠這件事情出現了 所以你在進場前 你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停損機制 不管說你的停損機制 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覺得一定要有 我覺得在這個世界裡面 你的心理變化 我還滿有興趣 想要多了解一點 就是說 因為你當時 並沒有一個正值的工作 因為我們看到一些 存股的達人 常常有一個狀況就是 他其實是在有一個 正值的工作的情況下 開始慢慢的存錢投資 然後發生重大的賠錢 或金融市場崩盤的時候 他因為有正值的收入 他就沒有那麼擔心 可是你買 JCP你的工資在的時候 那時候你沒有一般的工作 對對對 所以你在賠了 這筆大錢的時候 那時候你心裡會有 怎麼樣反應 會有很深的挫折感 或是說 會懷疑自己能不能繼續 靠投資這樣子 來做你的 像是你正常的工作這樣嗎 你有這個懷疑嗎 其實當下是沒有 因為我覺得你今天如果要去做 辭職 然後做專職投資 我覺得你本身就應該要考慮到說 未來市場不見得是一帆風盛 當然我是沒有考慮到 會有疫情這種事情 就是我本身已經有考慮過說 未來市場的確還是可能會出現 像是金融海嘯 或者說是網路泡沫 這種就是周期性的下跌 這個是一定會出現 所以呢 當時我去資產配置就是 蠻分散的 JCPenny雖然說讓我賠了差不多上百萬 但是那時候差不多 占我整體資產大概是7%左右 雖然有點痛 但是還不至於說 讓我的整個資產全軍覆沒 所以今天投資人 不管是買什麼東西 我覺得一定就是要先做好 周全的風險控管的規劃 這樣的話做專職投資 也比較不會 我好像會有點擔心 因為有時候我在PTT上面 也會看到說 有一些人可能 決定兩三百萬 然後他就決定要做專職投資 因為他可能過去 他的本金是從10萬 然後一年開槓桿的關係 翻成200萬 他決定要做專職投資 那我覺得至少至少 就是可能你總資產 例如是5% 這個5%就足以Coffering 一年的生活支出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 比較合理的水準 例如說你一年的生活支出 假設你可能過得稍微好一點 可能是100萬好了 那反推回去的話 可能你的總資產 至少要2000萬 我覺得這可能 會是一個全職投資 一個比較最低的門檻 或者說比較保險的門檻 我覺得這個數字 至少在你的心理上 有一個支撐作用 當你的資產損失過大的時候 你可能連心理的 承受能耐都崩潰 沒錯 那時候你就可能沒辦法 好好的有理智的操作 沒錯 對 好我們今天謝謝施亞棠 他雖然很年輕 但是從剛來的訪談 我們大概可以理解到 他在資產的管理的方法 跟這個投資的觀念 都非常的成熟 不會急著想要一步登店 而且即便是在投資上 遭遇了重大的挫敗 他也能夠很果敢的 去面對這樣的失誤 調整自己的心態 跟方法 重新再出發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 成功投資人的一個特質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節目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跟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